野生動物、防險株、防險病的都是在誘患 病毒如媒體,今天猜的也有簽署的部分 目前的死疑病是有關 南華這部分當然是有關 接下來我們談到防險病 大家知道說他的病人類的感染 在台灣已經絕疾了54年 在中午已經52年 在人類54年 所以其實台灣除了八十幾歲才有一次沒有人 真正照顧過 不過陸陸續這兩年來是有境外感染這個防險病 臺灣的一個案 所以多少我想一屆是相當的了解 在整個防險病的症狀 它其實一開始跟一般的疾病很像 發燒、臭痛、活龍痛等等 它的潛伏期 一般學歷來講是兩、三個禮拜到三個月左右 所以為什麼說打疫苗還是有用 我們知道說打疫苗以後 自己產生自體性的抗疾 差不多在兩週到一個月時間就會產生抗疾 所以它因為前不期長的關係 所以你明顯的被一些解症動物 或是確診發生病的一些解症動物搖到了 你來打疫苗其實是可以打到治療效果 那它如果已經開始媽媽手上發病的時候 它就開始有一個變形叫空水症 這空水症就是說你咽口會癥癌 那什麼意思就是一般患著醉 看到水、喝到水 你口頭整個會癥癌 那或是整個會呼吸、衰竭 然後甚至以前的論文說 它會有些患病、患覺、神經錯亂 那最後會呼吸、衰竭 那大家看到的就是狂疾病的病毒 它是一種核彈酸酸病毒 RNA病毒 所以它的變異性其實是有的 那你怎麼去預防 剛才通保處其實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你不要去接觸 不要去問我 那也不理會一些也不動 甚至看到通話像說 受傷或者是天天一起想去救它 這個就是給我們防疫的專家去做處理 那接下來就是說 你也不要去做棄養的動作 那家裡如果有寵物 就應該好好取達動物的安全跟醫療 那如果被咬到了之後 又怎麼樣做 大家記得口訣 叫做記得沖洗 送去觀察 那這個是一個縮寫 就是記沖送關 記得就是說 不是記得沖洗而已 記得你 什麼樣的動物來咬你 整個大約的特性看一下 那第二個呢 你有山口的時候 大家盡量清水或回皂水 清洗山口至少15分鐘 然後再如果有優點 或其實客人的要用酒精的話 就可以消毒 那最重要的還是要趕快到醫院去就醫 那做這個疫苗出色 那有高度懷疑個案 還要打局部打免疫球蛋白 那最後就是說觀察的意思就是說 除了人要觀察以外 動物也要觀察 如果是 這些可以抓得到的話 那我們這些動物也只要觀察10年 因為動物差不多10天以內 幾乎都會發電 甚至是死亡 但是如果 這個凶性很殘暴的一些犬類 你還是不要去抓 只要記得它的特性就可以了 那這些翻口處理 大家知道說只要有一段 我們盡量從近新端 最近新端這一段 我們要擠壓 盡量把這個 把一些 唾液的含量量 變補量量盡量減少 然後從此就夠送醫 那基本上來講 這有兩個預防注射的方式 一個叫付入前預防注射 一個叫付入後 那付入前就是說 一般我們講說預防注射部分 那目前這一個是由農委會 從批注射等和全國的這些 這些防疫的第一線 也有可能會接觸到野生動物 或者是會去治療醫師動物的這些 工作人員 由中央去指定 那目前台南市已經跟中央調到140級 那我們一備列管的人員是12個 那140級 如果是預防性打三級的話 這目前就沒有問題 那服務的機構 目前我們先討 從大醫院 一定會在進行這邊 統一針對這時候 給我們這個第一線工作人員的施打 那付入後的部分 他也叫做地方性施打 因為他基本上他的接種方式 雖然看起來是治療性 但是他的時間會比較久 所以還是需要局部靠免疫球 蛋白先治療 然後再產生自己的 利用疫苗成為自己的免疫力 那這部分就是被動物咬傷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在整大院是有57劑 那這部分我還是會繼續協調 因為在中央全國不到2500劑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去整理這些 那只要中央有在藥物下來的時候 我們會激勵再來申請 那當然要看台南4程 所以我們在也算中部防血病人 然後驗出了這樣的問題 我們更有更好的利益 更重要的申請 那這個是最重要的部分 因為現在民眾的統括 可能會造成一些困擾 就是說哪些人一定可以打 那目前因為只有程大院在中央被認可 所以我們為了讓民眾有一些可敬性可疑性 所以我們目前是有增減基美醫院的領域 因為他們只要看有3區 那應該這幾天會有一共有消息 是不是可以多一家醫院 或是甚至多兩家醫院 讓我們做事 讓民眾比較放心 那紅色的部分是目前 有狂犬病檢出野生動物的這些行政區 它比較有被野生俘虜動物 或流浪犬、流浪貓抓傷的 這些都一定可以打 而且是由公會士施打 那如果它是在這個山區 那是你家裡養的家犬 或家冒 這部分被咬了以後 那我們出現了 出現了這個醫師的症狀以後 它私主雖然沒有被咬 但是它是一個長期接觸 很怕說你餵食它這個口水 你身上又有傷口的關係 所以這個跟 經過我們集民管制署 能夠確定以後 它還是可以做施打的工作 那目前是由程大院醫師看完以後 那我們會請我們集民管制局 集團集民管制私分局 像叫南區的這個中心 馬上會說認定 那指揮官會馬上合 基本上在最晚 最晚就是20小時內 一定會有一個明確的解答 那至於國內其他的地區 就是說還沒被野生動物檢出 狂險病的區域 就是從南化區 其他36個行政區的部分 那這部分要猜細分 就是說你有被野生物的動物 但是要排除流浪犬 流浪貓的部分 你有被咬髒 它是的確可以施打 但是大家能看到顏色不一樣 現在中央還是偏向於 所謂智慧去施打 我還是 我們會跟中央建議 既然有高度的懷疑 還是應該用工匯施打的方式 那至於你如果在其他的地區 你是一個家犬或家貓 或者是流浪犬 流浪貓咬到的時候 它其實 它會引起狂險病的發病 的情形的機率非常低 所以目前是不用死 但是如果你的加血 加荒出現的這方面的症狀 那些事實因為有接觸的關係 這還是可以從這個醫院的評估 我們去看是適合做施打的動作 下一個 那基本上來講 我們所有的民眾還是比較恐慌 因為在狂血病的 在人類第一個 他潛伏期高達兩三個禮拜 那他後續的治療只要在六天以內 接受疫苗注射或者加上免疫球量百花 其實他治療效果是非常非常好 那第二個是因為我們很多很多的這個民眾 他可能因為認為說他們應該有個權利 不過中央有流一部分的疫苗是針對 所以你要去地區工作 或者是你要去地區就學 他們會有幾個讓你可以施打 不過這個都一定要送中央去折准 那曾大院會陸陸續續 我們拜託他們每一天的下午都有開整 給旅遊門診 讓這些需要的民眾做施打動作 那至於統一要施打部分 我們在一兩天以內就讓所有的台南市 應該避限的合遇 完成市長 好以上 我們今天請市長 分對剛才都往出來的衛生局